01.她的妻子在北京打工赚钱。之前,村子里的人问她,你媳妇在北京到底是干什么工作的? 她往往都不太好意思回答,总会支支吾吾地说,她其实也不太清楚,或者借机转移话题。村子里的人似乎看到了她脸上雷兰的表情,便也不再问她,而她之所以不愿意回答,是因为她的妻子,是在北京给别人家里当保姆的。 他们家这里,是一个极其落后,信息闭塞的小山村,当保姆,当按摩师,当修脚师这些职业,几乎是不能被村子里的人所理解。 她也曾在电话里面数落过妻子,甚至说让妻子重新找个在工厂里面,或者饭店里面上班的什么工作。 妻子每次都只是无奈地笑笑,说只要能赚到钱,治好她的病,怎么样都可以,她也不好再说什么。 02. 02.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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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